接下来看到的就是这个 春节入境检疫改成十加四方案 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现在也有民众质疑了 为什么不能够比照今年春节 实施一人一户在家居检十四天 也有里长叫苦连天了 认为说现在的监测人力 本来就很吃紧 今年改成了十加四 后面的四天 民众可以回家继续的居家检疫 但是到时候呢 要耗费更多的人力来监测 不过对此指挥官程中就解释了 在家检疫的查核办法和罚则 跟以前是一样的 同住家人有没有打过两剂疫苗 其实呢也可以透过APP来核对 不过呢 还是由里长觉得很困扰 A加A户打电话 确认正在居家检疫的住户 有没有乖乖呆在家中 里长好无奈 更怕到了春节期间 像这样的电话 一天至少要打100通 接下来入境检疫改成十加四 虽然在防疫旅馆的天数变短 但恐怕会耗费更多人力 家里的人 比较满两剂 那就可以住同一室 那我们总是判定家人 是否打两剂 我们去判定吗 那朋友来探访呢 完全一样 现在因为整体 大家都打过疫苗 都有在我们的APP里面 资讯能够来做核对就可以了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 十加四的检疫规范和处分 都跟之前一样没有变 但不止里长反应很困扰 防疫旅馆业者也很有感 直呼十加四的检疫新规定 让订单打乱 难免我们必须要把原来的工作 去做一些修正 还有联络其他在排位停的客人 那联络当中的确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并没有要求他们去更改 如果有人更改了 他就会有空房出来 强调没有要求每位旅客 都要把14天的订房改成10天 有民众也质疑为何不能比照今年春节 实施一人一户 在家居家检疫14天 还有医师认为 既然现在一房难求 不如就开放 这一家居家检疫14天 但可以提高罚还到300万元 降低民众违规的几率 但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则指出 台湾两剂疫苗涵盖率还没达到8成 这一家居家检疫14天 风险太高 到底春节检疫该怎么有效执行 又能避免耗费人力 也引发讨论 记者世界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